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韩国媒体报道 三星已经正式宣布放弃LCD面板业务 全面转向OLED面板和量子点面板 此前营运中的LCD面板生产线 也于6月停止运营 说起LCD 大家的印象是互演 通透 技术成熟 而说起OLED 大家的印象则是色彩严厉 高端 省电 相信有不少小伙伴还是钟爱LCD屏幕的 就算是在2022年 还是有少数人抱着这样的心态 宁愿买LCD屏手机 也不买OLED屏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Jeffrey觉得以下三大原因是关键 首先 同等分辨率下 OLED屏幕的精细度要比LCD差 简单科普一下 OLED的特性 就是蓝色像素点的寿命非常短 所以必须加大蓝色像素的面积 而不是均匀分布 三星的钻石排列 Delta排列的原理都是如此 为了提高OLED的寿命 不得不降低屏幕的精细度 iPhone 13的像素密度是460ppi 如果有幸拿到了三星钻排版本 只会折损19% 也就是说 实际像素密度是372.6ppi 要知道 iPhone 8 Plus的分辨率 早就达到了401ppi 换句话来说 过了这么多年 iPhone屏幕的实际精细度反而是下降的 这都得归功于OLED屏幕 第二 在暗光环境下长时间观看屏幕 OLED比LCD更伤眼 原理很简单 LCD屏基本是全程低吸调光 但大多数搭载OLED屏的手机 都会在低亮度时 开启低频PWM调光 通过降低频率来降低屏幕亮度 只有在高于130尼特时 才会开启全程低吸调光 而低频PWM调光的危害 已经被业界公认 这种低频会让人眼镜处于疲劳状态 并且可能会加重近视的程度 要解决这一点 只能提高PWM的调光频率 但是 现阶段低频PWM调光还是主流 连iPhone13都只支持480Hz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OLED屏的使用寿命源不如LCD屏 搭载OLED屏的手机 容易在正常使用寿命内烧屏 这是因为OLED采用的是有机发光材料 其中蓝色像素老化速度较快 很容易出现局部烧屏的情况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众所周知 OLED采用的是有机发光材料 其中的蓝色紫像素寿命较短 用久了就会出现残影 因此 OLED使用寿命普遍只有5000个小时 按照每天亮屏8小时来算 相当于能坚持625天 那么 两年左右就该出问题了 而LCD屏则采用无机发光材料 普通材质也能坚停4万个小时 按照每天亮屏8小时来算 可以坚持13年以上 可以这么理解 就算手机的性能彻底淘汰 到了只能换铁盆的程度 这块LCD屏依然能正常工作 总而言之 比起OLED LCD屏幕虽然在显示效果上不占优势 但是精细度不会折损 长时间观看不上眼 使用寿命更长 以上三点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宁愿买LCD手机 也不买OLED手机的原因了 其实数码圈的发烧友们 也都普遍认同一个说法 那就是LCD用起来要比OLED更放心 那么明明LCD屏用起来更放心 为什么手机厂商还是集体选择了OLED屏 原因很真实 同样有三点 首先全面屏手机的普及 让手机厂商不得不选择OLED屏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LCD无法做成柔性 导致下巴很难收窄 iPhone11的大黑边就是这么来的 而OLED屏是可以做成柔性 利用这个原理 手机厂商可以采用COP缝撞工艺 把下巴收窄达到四边等宽 进一步把屏占比推到极致 当下热门的折叠屏手机 也同样是基于柔性OLED屏特性来实现的 换句话来说 OLED拥有更多的可塑性 而LCD已经跟不上智能手机发展的需求 淘汰是一种必然 第二 从屏幕素质来看 OLED的自带天赋要比LCD好太多 OLED是自发光材质 不需要卫光板 这个特性很关键 它让OLED可视角度要更好 手机厚度更轻薄 也降低了屏幕的功耗 而且可以搭载屏下指纹技术 要判断屏幕素质 需要考虑的参数无非就是色域 对比度 响应速度 峰值亮度等等 而在这些项目中 OLED屏的表现 无一例外要比LCD更好 LCD的对比度有1500比1 就算是顶级了 而iPhone13的对比度高达200万比1 可以说是与你之别 虽然实际体验没有数字差距这么大 但技术中就是要进步的 第三 智能手机已经过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半导体工艺进步放缓 各大厂商都在挤压高 消费者的换季周期 也延长到了28个月左右 如果不是因为锂电池用久了会报废 我相信时间还会更长 尽管OLED屏的寿命较短 但是撑过一年的保质期还是很轻松的 正常用到烧品至少也要两三年 这个时候就算屏幕没有烧品 电池也差不多该报废了 说到这里 你或许也发现了 OLED屏寿命不如LCD 对手机厂商来说并不是坏事 还相当于计划报废机制 保证整个手机行业长生不衰 很多电子产品都有类似的计划报废机制 比如电灯炮的寿命 就被人为限制到了1000小时以内 要知道 电灯炮的寿命曾经可以达到2500小时 了解了以上这几点原因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手机厂商集体抛弃LCD 选择OLED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即使LCD永不为怒 但是时代真的变了 如今连三星这个世界工厂也关闭了LCD业务 看来OLED取代LCD已成大势所趋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这里是Jeffrey Tech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